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要替我们方家讨回宫道 赫生 真的是你吗 是我 我回来了 我终于把你等回来了 兄弟 我回来了 别再离开我了 好 我说过 我一定会回来 我们还有下半辈子的路要走呢 是吧 我对不起你 没有照顾好文风和千让 你甚至连 连千让的面都没见到 不 不 修桥 我说对不起 是我对不起他们母子两个 在他们最需要我的时候 我没能够照顾他们 我没有尽到一个丈夫 一个父亲的责任 你也是被刑事所迫 以前 在大家都误会你的时候 我居然没有看出你的心思 签下了离婚协议书 我怎么会这么傻 我怎么会这么傻 现在 这份离婚协议书 还差一个签字 我说过 当我是罗廷军的时候 我不会签字 当我是方赫生 我更不会签字 方赫生答应过你 一生一世 一生一世不离不弃 你还记得吗 我在你最痛苦的时候 还在你心上划了一刀 我对不起你 修桥 之前一次一次的伤害你 看到你痛苦难过的样子 你知道我心里有多难受 但是我没有办法 我一定要把你逼到绝境 这样你就不会因为我 而受到伤害 所以这一阵子 让你受苦了 对不起 都过去了 以后 我们会幸福的 对吗 是 是 是 哥 哥 賀文 哥 對不起 你忍辱負重 為方家復仇 我們卻一而再再而三地傷害你 賀文 你沒有對不起我 你看 我們方家的酒莊 在你的艱辛努力下 已經重新振作起來了 這段時間我沒在家裡面 方家全都靠你了 哥 我以前 總想著如何實現自己的夢想 可是 等到方家這個擔子 真正落到我肩上的時候 我才知道 你身上的擔子有多重 我們是兄弟 兄弟如手足 何況還有濃的化不開的血緣關係 還有彼此 相互扶持的責任 如果沒有你 負擔著這一切 我就不可能與石橫放手一搏 你明白嗎 你為什麼不肯告訴我呢 你為什麼一個人吞了那麼多的苦 因為 我根本就不知道 跟石橫交手 我能不能全身而退 所以我想 我萬一有了意外 如果我死了 你們恨我 你們的心裡會好過點 哥 你錯了 就算你不認我們 我們心裡都從來沒有怪過你 我一直在想 在盼著你回來 我一直都在等著 你看 我這不是回來了嗎 我回來了 來 以後我們好好加油 加油 哥 哥 爹 佩佩 你来了 爹 你终究为你做的一切 付出了代价 这些日子 爹想了很多 也看透了好多事情 爹这一辈子 就是为了贪资所困 害了自己 也害了你 你现在终于明白了 你要是能早一点知道这些 我想你也不会有今天的下场 过去爹 每天都生活在恐惧 害怕之中 可是现在 我进了牢里 我的心里都反而平静了 佩佩啊 爹现在最大的遗憾 就是不能亲自 上方家赔罪 佩佩啊 你能替爹做这件事情吗 说一句道歉 就可以弥补对方家造成的这么大的伤害吗 爹这一辈子呀 爹这一辈子呀 就贪图个荣华富贵 以为只要有了钱 什么都能够掌握 可是到了最后 这心里还是空虚的 爹现在唯一的希望 就是希望你能得到幸福 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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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要我去找幸福 它何容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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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佩佩 我爹 他要我替他跟方家道歉 可是这一声道歉 又怎么能弥补他过去所犯下的错 你爹已经得到了应有的制裁 法律已经还给方家一个公道了 这又能怎么样呢 这样也没有办法换回大蕾的命 也没有办法弥补他对方家所造成的伤害 何温 这些事情 已经在你我心里造成了很大的阴影 在这样的阴影之下 我们俩是没有办法继续下去的 佩佩 我从来都不会在乎这些 你是你 你爹是你爹 你爹犯的错不能赖在你的头上啊 你怎么就不明白呢 他是我爹 我身上流着他的血 这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事实 这条鸿沟 也是你我没有办法跨过的 你不要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 你有着大好的前程 我不想再牵绊你 我 在爱与悲哀的前面 我的心已沦陷 在舍与不舍的两端 天已老 请委屈 在这里 我要把三年前没来得及说的 全都告诉你 不觉得太迟了吗 也许是太迟了 可是我不想再有任何遗憾 这三年 别说我们缘分未到也好 说我们阴差阳错也好 可是三年多的事情 我们从来都没有忘记过彼此啊 你明白我的顾虑 佩佩 忘了你的顾虑吧 你是相信我也好 不相信我也好 我会用一辈子的时间 来弥补这三年来所失去的一切 你真的不在乎我的过去吗 过去的 就让它过去吧 在世事非非的边缘 人已去 心已去 大少奶奶 你看是不是该列马发个电报回绿里镇 给老爷和二太太啊 这倒是啊 没想到 可是用这种方式来拯救方家 之前她吃了那么多苦 还让咱们误会她 哎呦 说的也是啊 这大少爷失忆了三年 好不容易恢复记忆了 又不能承认自己身份 我的天哪 要换作是我啊 我早就不想活了 你之前还把他骂得一文不值呢 等大少爷回来 你要好好跟他道歉啊 嗯 那个那当然 不过现在好了 你看大少爷回来了 那二少爷和佩佩小姐 马上要好事成双了 咱们家现在啊 就是双喜临门了 可惜 文凤和谦让母子 没有等到赫生回来 哎 这也许就是人家说的那个 什么缘分吧 哎 大少奶奶 这大少爷什么时候回来啊 我想快了吧 快了 嘿嘿 终巧的人生 不是你跟我能够决定的 但是有件事 你必须要帮助我 让终巧离开你 为什么要这么做 为了方教所遭受的冤屈 为了扳倒是亨 所以我必须要去这么做 不惜牺牲一切 包括你对秀巧的感情 我不希望这件事情 让秀巧再一次受到伤害 如果我没有办法保护他 我只希望他能够离开我远远的 我帮你是有原因的 我必须要你恢复方和生的身份 好让我们可以公平竞争 那你不怕到时候 我从你的身边把秀巧抢走吗 这么做 不就等于把秀巧送回到方和生身边 为阵帮 你到底在做什么 在商场上 你从来没有实力过 可是在情场上 你却一败涂地 罗医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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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亭君 你真的要离开吗 还是叫我贺生吧 所有的一切 你早就想起来了 对不对 对不起 亭君 别走 别离开我好吗 我不能没有你 我们朝夕相处了三年 难道你就从来没有爱过我吗 你现在说走就走 就没有一点想留恋的吗 现在离开 这三年的点点滴滴 就算是我们人生最美好的记忆 为什么 我们不能再拥有更多的三年 对不起 我用尽了所有的爱 到头来 却换来了对不起三个字 这不公平 就算是骗我也好 你说你爱我 我用罗亭君骗了所有的人 可是房贺生不能 可是房贺生不能 可以再抱回一次吗 是 我用罗亭君子的爱 我用罗亭君子的爱 小语 小语 怎么这么晚了 大师爷还不回来啊 我 我肚子有点饿了 再等等吧 也许有事情耽搁了 小巧 我去医院看看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别去 罗平哥 小巧啊 你不能永远在等待啊 这样吧 我们先吃 别等他了 没事 大少奶奶 大少爷说回来 他肯定会回来的 再说咱们吃饭 也不差这一时半会儿 回来 我去开门啊 回来 大师 你找谁啊 罗医生让我来通知你们 他今天有急诊走不开 你 你说的是方合生方医生 对 没错 什么样的急诊 非得合生处理不可呢 难道他不知道 大家都在家里等他吗 就是啊 丁炳小姐割腕自杀了 方医生正在急救 我的天哪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啊 爸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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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院长 他睡着了 状况已经稳定 没什么打碍 天君 赫生 今天可不可以 留下来陪陪小敏啊 当然 我知道你要急着回方家 不过就 就一个晚上好啊 我 我求你了 放心吧 我会在这儿守着他 谢谢你 谢谢你 小敏 以后别再做傻事了 你还要离开吗 这个问题你三年前就知道了 要不然你也不会 替我换罗亭勋这个身份 你能不能原谅我 让我们重新来过 你怎么可以这么残忍 践踏我对你的爱情 我曾经辜负过两个女人 我不可以再犯 同样的错误 你的伤口 会随着时间慢慢愈合的 我对你来说这是个错误吗 你从我妻子身边 偷走了三年的时光 是我辜负了她 现在该是我回到 我该去的地方了 我付出了这么多 在你眼里 却只是个小偷 你放手 对大家都好 我有选择的权利吗 在你的面前 我只能卑微地 乞讨剩余的爱情 可是就连这么一点 你都不愿意给我吗 你说过 感情是占有 不能分享 我已经将我的爱情 给了修桥 很抱歉 对你的爱 我无能为力 我会等你伤口好了之后再走 放合伤 是绣晓重要还是丁敏重要 丁敏受伤了 请再给我几天 我就回去 你难道不知道 这是她让你留下来的手段吗 你这个犹豫不决的个性 又让历史重演了 疑似错误 你还学不到教训吗 我这次很清楚我要什么 我不会犯同样的错 如果你清楚 就不会让她昨天空等一晚上 绣巧她熬了那么久 莫非 又要她和另外一个女人 分享自己的丈夫 这一次 我不会让绣巧受到一丝一毫的伤害 我不想再听到你的口头保证 如果你重视绣巧的话 别让其他的女人 再绑住你 我也不想多啰嗦 只说这么一句 任何事任何人 都不能阻碍我对她的情感 和承诺 那年在日本 雪下的特别大 交通都断了 没法去富士山 所以 和承特别买了明信片回来 说是一个人为账 难道 他早就料到 我们迟早要分开了 这是和承最爱的一支笔 还有这件衣服 是我陪赫生特别去挑的 我知道 他们总有一天会像我一样 也会被赫生遗弃的 造成今天所有的悲剧都是拜你爹所赐 没有你爹就没有我们方学的今天 适合要我跟他一起走送一批西药 明星斗这件事情连累到了方家 让他们当了我们的替罪羔羊 是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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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退出这场爱情 我们三个人都能得到解脱吧 绣桥 有几次到小铺门口我都没有进去 我想经过那么多风风雨雨 你的情绪挺复杂的吧 我不想打扰你 应该是 心里的石头终于可以落地了 你找我来应该是想谢谢我吧 如果为了方赫生的事 就不用了 那时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帮他 想来想去原因只有一个 鬼迷心窍吧 这些日子 我知道你一直在我身边默默地付出 可是我却无以回报 到头来 我还是希望你能帮我一件事 你能帮我准备一个幸福的婚礼吗 可疑 你不是应该跟我解释一下 丁明没事吧 他没事 你是不是怪我来晚了 我不怪你 这是因为你来晚了 才给我一个思考的机会 一个时间 修巧 修巧 你思考了些什么 你思考了些什么 对不起 我只能承受这么多 所以我决定选择一个爱我的男人 也许这样我会更快乐 我就是爱你的男人 可你也必须爱丁明 没有 不是的 不是的 在爱情与道德的天平上 你不能选择 我已经做出了选择 我现在没有那么多的忌盼 你就在我的面前 你就在我的手心里 我这一次不会再放你走 也许你不认同我 可是我已经决定了 不可能 不可能 和尚 你别这样 祝福我吧 修巧 你这样 让我以后没有你的日子 怎么办 我祝福你 是 我 我 你 为什么要轻易放弃呢 轻易放弃 我没有啊 一直以来我都没有放弃过 现在和尚就快回到你身边了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 你却退让了呢 我真不懂你是为了什么 你不可能是想 维持中国传统妇女的 坤荣和美德吧 对丁敏那种女人 你根本就犯不着的 洛平哥 我知道我的决定让你生气 可是我在想 丁敏费尽心思的留住和尚 原因只有一个 就是他爱和尚 他那不是爱 是病态 就算是病态 那也是因为他一开始就知道 这男人不是他该爱的 他得费尽心思 战战兢兢地去拥有他 呵护他 这种日子多辛苦啊 那是他自找的 我要是赫生 让一个女人耍了三年 连我祖宗八代都给换了 我不杀了他才怪你 笨蛋 我能体会丁敏 内心的恐惧与痛苦 即便赫生以后都不再见他 可是我们的良心是故意不去的 修强娃 你是不是受了太大的刺激 你傻了 赫生的命是丁敏救的 他心里永远认定 赫生是属于他的 尽管全世界的人都认为他错了 但也扭转不了他的执着 那是他的事 咱们管不着 不 我现在越来越清楚 执着使人痛苦 尤其是在感情上 执着让人失去判断 失去理智 失去纯真和可爱 我不想变成这样的人 修强 你想得太多了 所以 我选择伤害最少的方式 那就是我离开 为什么永远受委屈的 都是你 当你身边的朋友 每一个人都得到幸福的时候 而你呢 你的幸福在哪里 我相信 我的幸福就在一念之间 我想 我应该明白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